这段时间,不断有小伙伴后台留言,说说菲律宾的事呗,大约从8月5号,菲律宾传载闯人爱交之后,我就看到不少留言,因为之前其实把菲律宾这国家已经介绍得挺详细了,本不准备再聊。 但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些人说的一些话,总觉得不是味道。哪些话呢?比如有人说,看到祖国这么流氓,我就放心了。还有人说,还是长大队长猛啊,地图开将。啥感觉呢?有些人的心理深处居然有那么一点好像我们多少有点占便宜的感觉。 所以必须再聊一聊。先说我的观点吧,它其实就是我们在官方发言中常见的那句话,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。 下面我们就一层层的包洋葱来讲理由。第一层是,对菲律宾这个国家,我们先来认识一下,这里掀上张图。 这个国家,主要由三部分组成。北部是个大岛,名叫吕宋岛,也是菲律宾最核心的区域。南部也是个大岛,叫棉兰老岛,中间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岛,合起来叫米沙烟群岛。 剩下的,还有西边那一长条,叫巴拉望岛,西南方向还有一堆小岛,名叫苏陆岛。因为菲律宾最精华的区域,在吕宋岛,我们还得介绍一下它,这里再上张图。 论面积,吕宋只是菲律宾第二大岛,面积比南边的那个大岛,也就是棉兰老岛,要小一点点。 但要从经济价值来看,它就太大了,为啥?它有三块大平原。 最重要的一块,叫做中央平原,这地方地势低平,河流密布,土地肥美,面积还挺大,将近两万平方公里。 第二块平原,在吕宋岛的西南面,名叫比克尔平原,面积大约4000平方公里,别看面积不大,但当地土壤非常肥沃,盛产稻米。 第三块平原,在吕宋岛北面,叫卡加盐河谷,面积大约1.3万平方公里,盛产稻米,玉米什么的,号称北吕宋的米仓。 加上一些其他小平原,加起来差不多有4万多平方公里。做个对比,就明白平原面积广大的意义了。 日本最大的平原叫关东平原,面积1.6万平方公里,和日本比韩国要惨得多,它最大的平原叫湖南平原,面积500平方公里。 为啥在历史上,半岛经常被日本人打,平原面积小,产出的东西少,国力也就不行吗? 但吕宋岛的这些平原,和日本,韩国的平原比起来,它们还有独特的优势,围在它们四周的,很多是火山。 像最近这几天,吕宋岛上,就有一个火山在喷发。 这是马戎火山。 还记得我之前介绍过的这件事吗? 热带地区的平原,土壤往往非常贫瘠,不怎么适合耕作,但四周有火山的除外。 因为火山喷发出来的,不管是岩浆还是火山灰,在风化变成土壤后,特别肥沃,在它上面种东西,产量特别高。 所以,吕宋岛的这些平原,对想搞农业的人来说,是快难得的宝地。 说到这里,有人可能就要说了,在我们的历史上,日本、半岛、越南甚至泰国什么的,存在感都挺高的,但菲律宾却好像不怎么高啊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到这里,我们又得往第二层去讲了,为啥吕宋岛明明是快好地方,在我们古代的历史上,它的存在感却很低。 原因很简单,古代中国人,虽说航海能力绝对够,也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岛,他们却不怎么愿意去。 为啥?这就得从古代怎么航海说起了。 简单来说,就是靠两样,一样是靠季风。 我们在汉代时,就能把船造得很大了。 比如说汉武帝时,就出现了楼船,一艘船能装好几百人,还分几层楼。 这种船,就不可能像当时,不管是欧洲,还是世界其他绝大部分的船,要靠大批的人手来划了,所以得靠风。 亚洲东部这地方,相当特别,每年秋冬季盛行西北风,每年春夏季盛行东南风。 所以,古代搞海上贸易的中国人,看到西北风起,会装上货物,驾着大船,赶忙出海,年都不在家里过。 传到目的地后,把自家的货卖掉,把要买入的货,像香料了,龙咸香,谭木了什么买到后,还得再住段时间,等东南风起,再往家里赶。 这种来来往往,也在无意中传播了文化。 这里说一件事,我有个朋友,因为业务关系,曾经在印尼出差一个多月,某次去乡下,他突然发现当地农民种田的方式和我们南部很像,甚至光看背影,根本就分辨不出。 这是头戴竹斗笠的印尼农民。 对吕宋岛上的人来说,他比较吃亏,从他那里经过的季风,既不从中国方向来,也不往中国方向去,他处在一个死角中。 但没事,还有一样东西,也能让船舶航行,海流,结果还是很不幸,海流也不从他那里过。 这里再上张图,怎么说呢,从图上看着,大家距离挺近,但不管从我们往吕宋去,还是吕宋往我们这里来,都挺费劲的。 文化就不怎么能传播到那里去。 所以,直到16世纪,吕宋岛的绝大部分地方,还处在原始部落状态中,这种部落叫巴盖朗,也就是几百人,上千人的规模,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。 它的沿海一带,也有人活动,但也就是驾个当地的螃蟹船,出海几公里,去打打几条鱼,搞点海鲜,弄来吃吃这种状态。 顺便说一下,就算那些和我们交往挺多的国家,航海能力也不怎么样。 比如说越南,虽说受我们影响挺深,海岸线挺长,其实它在历史上,航海能力也极端的差。 这里举个例子,越南有个叫软文金的学者,编了一本书,叫《越人俗语库》,收罗了越南各地1.6万多条俗语,非常全。 河海相关的俗语,大家猜猜看,有几句,才65句。 其中47句,还基本都是在说还有多么大,在海上航行有多难,有多危险,差不多就是去了后会怎么死翘翘的意思。 你去看看我们明朝人写的小说,动不动就来句,本来对某件事,大家兴致挺高,后来有人泼了凉水,于是兴致就丢找挖国去了,找挖国就陷在印尼。 顺便说一句,后来在清朝时,越南人遇到了法国人,学了他们的造船技术,造船能力确实上来了,但那是1800年后的事了。 日本人呢,他可是群岛国家啊,应该航海能力不错吧,也不行,但我之前讲过,日本人挺鬼的,虽说也在狂偷我们的历史,但他就能做到他偷了,你还看不出来。 他怎么偷的,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吧,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,他搞了个圣火传递仪式,在长崎港,他们弄了艘潜唐使船,然后在上面传。 怎么说,让人觉得他古代文明挺发达的,挺会造船的。 现在还有不少日本人也在吹,我们古代的造船能力挺强的,像最初的潜唐使船,一艘能做250人。 其实呢,当时日本人只会造独木舟,他确实先开始有过两艘能装250人的潜唐使船,之后还有能装更多人的船,但这些船根本不是日本造的,是他向唐朝人提出请求,从我们这里讨去的。 为啥建真东渡日本,前五次失败,第六次才成功,因为第六次他坐上的是潜唐使船,前面五次不是。 大家有空,可以去看一下日本古人写的历史书,上面一堆船名,像唐船、新罗船、渤海船什么的都有,有提到河船吗? 到这里,大家应该就明白了,过去两千多年间,真正能在南海长期活动,并始终保持存在的,就我们一家。 这种状态,怎么来形容? 简单来说,就是,不是我们把海界划到了他们的边上,而是他们紧挨着我们的海,建立了国家。 这先后次序,必须搞清楚,这也是绝不能含糊的事实。 到这里,我们又得往第三层去讲了,为啥菲律宾这国家的表现,总带着那么一点怪淡? 比如说很多事,明明不符合他的国家利益,为啥他偏要干出来,这个国家就没一个聪明人了吗? 到这里,又得从菲律宾的现实说起了。 先从大面上说起,在菲律宾,是一群什么人在做决策呢? 简单来说,就这四个字,家族政治。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,整个菲律宾差不多被大大小小四百多个家族所控制着。 这种传统怎么来的?西班牙人。 从一个人说起,麦哲伦也就是搞了所谓的首次环球航行那位哥们。 这里附带说下,首次环球航行是大明的郑和舰队。 他航行到了菲律宾后,觉得这地方挺落后,挺适合当西班牙的殖民地,所以就决定玩个征服者游戏,搞快殖民地。 他选了菲律宾中间的一个岛,名字叫肃武岛。 但麦哲伦显然不知道怎么玩,当地老百姓表示不服,他就派人去烧了当地人的房子,结果当地人被激怒了,冲上来把他剁成N块,其他人眼看抵挡不住,赶紧开船,撒腿就溜。 后来者就吸取了教训,明白了在这地方该怎么玩。 前面不是说,在菲律宾,有很多叫巴盖朗的部落吗? 西班牙人再次到了之后,就先跑去,笼络部落首领,宣布部落所在土地是他的领地。 之前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,还算平等,结果西班牙人到了后,部落首领成同巴盖朗百姓的领主了。 西班牙人没怎么费劲,很快就站稳了脚跟。 这些早年的部落首领,地盘传子传孙,经过N代之后,就成了明面上不怎么看得出,实际上割据一方的大家族。 当然,在这中间也有很多变动。 比如说1898年美西战争,有些大家族对煤战队遭到美国人的打击就消亡了。 再比如说,有些在菲律宾做生意的人,不少还是华人,虽说没坚实的地盘, 但凭着强大的经济实力,也成了这400多个家族之一。 这种家族政治,能玩到什么程度呢? 看这条11年前的新闻。 顺便说一下,2007年,光飞警方的统计,就说他全国就有93只私人武装。 当时非政府还信誓旦旦,说要严厉打击,结果在三年之后的2010年,私人武装数不但没少,还多出19只来了。 那在这之后,有没有打成呢?答案当然是,没有。 看今年6月底发生的这件事,一天早上,飞警方派出精锐特种行动队,简称SAFE, 向苏路省马因蒙镇的前镇长抵交逮捕令, 这位前镇长勃然大怒,下令他的私人武装开火。 结果是,政府部队一人被打死,14人受伤。 说到这里,对菲律宾现在什么一种状况,大家是不是有点明白了? 这个国家,不管是他的上层人物,还是老百姓,压根就没啥国家概念。 简单打这么一个比方,在菲律宾这张皮底下, 其实有400多个家族,还像四面八方,还都在根据自家的利益, 在拼命往各处使进。 这么状况怎么形容,对菲律宾这种势力孱弱的国家, 还能相互分散,能有400多股势力的, 如果光解决我们和他之间的矛盾,别说一个交了, 就算其他的事,一个星期之内肯定能守到勤来。 但问题是,我们所想要的,就光这个吗?显然不是。 因为在海面上,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美国。 他想要的是什么?是希望我们和南海周围的国家不断地起矛盾, 不断地出现摩擦,他才有借口来干预,来介入, 这态势非常明显。主要矛盾解决了,次要矛盾才会迎刃而解。 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要干的是, 还是先得把美国那只伸进来的手给推出去。 整件事怎么说?简单三句话, 第一句话是,欲带王冠,必成其重,欲卧玫瑰,必成其伤。 第二句话是,不管是岛还是礁,不会搬走的, 他过去在那里,现在在那里,将来还会在那里。 第三句是,我们不但理直气壮,时间还在我们这一边, 一定要相信自己,一定要目光远大。